祝你好無聊 大家 好 今天我們要來吃老台中人的名單 因為上次我們去吃老了我們會難過的餐廳 我進辦公室就有一個姊姊 林強大家知道是誰嗎 那個林強 他姊姊是我的同事 學校 家信家信 你們怎麼會推賜鬼呢 我看到你們拍那個耶 啊怎麼會推那個啊 跟你講啊 我一個名單什麼什麼 然後啪啦啪啦你也他對名單給我 然後他就說他那個真的倒掉他會難過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吃老台中人的名單 第一家這個應該只有安喬吃過 反正那個姊姊跟我說他老闆好像已經退休了 他印象中已經沒有再開了 但是他叫我們來看看 現在是有開的 但是好像這個老闆不一樣 但是只有安喬吃過以前的 我們來試試看 不一樣了 那煎餅的人就不一樣了 那在那邊坐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以前就是賣小米的牛票 現在就是早餐店 走吧 走吧 好快喔 以前他肚子還會這麼大一個耶 你看他可以直接上去 他上去沒有了 超香的欸 我是我七十五啦 剛剛差點上去很燙 這就很香掉了 沒怕到好可惜喔 香病毒欸 他應該怎麼沒上來 燒餅加蔥加辣 看來真的是換老闆 好薄喔 怎麼看起來像煎餅 你整得一樣嗎 跟以前 當然是完全不一樣啦 25 也還好啦 不貴啦 以前來他中午的時候 如果早餐沒有吃飯店,就一定會想要來這家 真的假的 妳這完全在吃米粉耶 就沒有酥啊 沒有餅的感覺 給他看一下軟軟軟軟 整個像蛋餅的餅啊 好了,只能追憶了 事實證明 淑娟姐說的沒錯,老闆應該真的退休了 下一家,GO! 接下來來一家 在中興大學附近 然後他沒有變名 他除了炒麵啊、肉肉、車飯之外 他沒炒麵 對,他有賣炒麵 一早就是要消暑了 沒在給你怕的 對,他有炒麵雞 而且他超便宜都20塊而已 20塊 超便宜 特色就是很便宜 據說也好吃 很佛心 等一下,妳這點剉冰 早餐吃剉冰 吃鹹炒冰 待會兒太熱就吃冰了 來吃吧 我覺得他這個八神應該是好吃的 綿綿的 很補著味 蠻好吃的 欸,你看 他飯的下面 也都是湯汁 滿滿的 不會上面乾乾的 鹹的 安巧可以 蠻好吃的 這是一個好神奇的地方 就是在家裡附近會常來 這樣才20塊 我這樣這一桌會不會才100塊 你吃麵汁飯吃喝湯 再吃一碗冰才100塊 有爪 因為我為了你們不敢的內障 因為豆皮都不敢吃 我發現你可以吃 豆皮我可以 一個不吃豆腐 一個不吃內障 超爛的 挑食小時候有朋友了 你真的有挑食嗎 你開心耶 見你心 湯好喝 有些湯汁的味道 對 早晨吃冰真的是超奇特的 隱藏在巷弄的小店 快有炸 85塊 一飯一麵一湯一冰 真的是他味道還不錯 對 婆婆真的是佛心 超佛耶 佛心來講 麵飯湯冰 冰都好吃 那個湯大概才20塊 然後剛剛 湯也太便宜的飯 他筍子不少耶 對啊 安巧推薦 覺得有點微妙 在台中吃嘉義米糕 這是米糕嗎 這是米糕啊 嘉義的米糕長這樣 我真的喔 我們那時候去吃阿岸也是 坦然是肉燥 糯米的肉燥飯 哥不是湯哈皮哥就是什麼 就是很多派系 然後這是嘉義的 我可以把下面的飯拿過來就好嗎 可以啊 不安心 你跟他一起吃雞便堂 你會有兩隻雞腿 如果我雞腿會吃 他真的跟阿岸蠻像的耶 跟阿岸不一樣 他比較濕 這湯光聞就一個日本味 那關東煮湯 柴魚啊 所以他看起來不怎麼樣 講真的外表 是蠻好吃的 那他真的很好吃 他可能吃兩碗 才十點多而已 就 羅意不絕 吃光了 一套多少 五十啊 那還好 好 下一家 好 接下來我們剛好路過 這家太有名了 因為阿岸沒吃過 所以就帶他來吃台中肉圓 但這個有點可惜是 因為他不能內用 不然他的本體其實是 吃完肉圓那個冬粉湯 要加那個醬裡面 加到醬 把那個冬粉撈到醬裡面 很好吃 肉圓 很快啊 很多 他其實是我肉圓的前幾名 可是我怕被媽媽太有名 大家一定會說台中肉圓還好什麼 可是因為他的醬真的很好吃 他真的有比較香 他的辣椒也是米醬 他其實沒什麼好拍的 因為他也太有名 是辣 但其實沒有很辣 沒有 他沒有很辣 他就是提味而已 他是很好吃的 你在台中應該會看到各種台中肉圓 什麼新台中肉圓 什麼什麼叉叉入台中肉圓 不是假的啊 就是他沒有分店 好多而已啊 他的培牙皮很Q 而且他的肉其實很大塊 以前他比較為人詬病的就是 他就特別貴 可是因為大家也都長起來了 他現在就變還好 下一家 接下來我們要去一家 泰式料理 今天其實很多店都在中西區 這邊泰新 招牌超小的耶 他都很便宜啊 很熟耶 特色 沒有約任蝦餅 因為那不是泰式 我覺得 在哪裡 約任蝦餅是台灣菜 他大概15分 好囉 290 這樣子嗎 290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青木瓜 椒麻雞 打泡豬 大泡片 打泡豬 知道自己上鏡嗎 說什麼 啊 他變成你耶 有人在中秋節那一集寫說 這集的重點是 我看到了 所以他發現我們 販賣小朋友的意圖 我要來吃椒麻雞 這樣感覺以後可以長椒 而且他有外送 一塊菜都七八十塊 這很椒麻雞 沒有很椒麻 還滿台的啊 我覺得 青木瓜沒有 沒有什麼酸味 但偏辣 嗯 越嚼越辣 嗯 越嚼越辣 大泡片就真的很有開胃的感覺 味道是都不差啦 但是真的沒有那種 嗆酸辣的那種感覺 木瓜真的還比較辣耶 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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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滿台的 但不難吃啦 重點是台式在價格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啊 這四樣菜的價格 大概得別人一道菜而已 一般泰國餐廳 對啊 你也是贊成嗎 我們來到香料屋 來我們已經打電話來點好了 我們進去拿 謝謝 你看我買這個 烤雞咖哩 烤雞咖哩 等一下這個咖哩是怎麼樣 咖哩烤雞 烤雞 它開起來是優格狀 對啊 太歌了吧 是因為很辣 很稠 它真的有很香料的感覺 行 我們知道它一個set多少錢嗎 這個 餅加它 250 299 應該是330吧 330喔 這好像280 這好像50塊 這個你應該去現場吃會比較有feel 我如果說你這個如果是現場內用的話 它應該是那種銅的 也是啦 可能就只剩下的感覺 這外來是用那個 整個年價 欸你把它用這樣裝就淘很多耶 你看 真的嗎 差有那句話 葡萄美酒月光杯 它的餅就是這樣吧 印度的餅 有可能 我沒有吃過印度料理其實 你沒有看到冠軍女兒嗎 他們就是真的這樣啊 用印度料理 一定糊糊的 不然你要把它加熱一下嗎 我覺得還會遠 我有加來 開封樓上的那間叫什麼 我一直想不想的那間 我是還蠻喜歡的 我來吃看它的肉 肉不錯 真的喔 安巧不喜歡 跟蘇雞恩記得這樣 咖哩很有奶味耶 然後印度的時候這樣子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去過印度 我覺得這樣印度人的做法 真的很派對耶 這樣一盆然後一群人聚在一起吃飯 大家發麵包發什麼 也是很有樂趣的感覺 接下來要來買一家出角 阿水師 這個接受了本人他們家的嗎 對啊 林強他們家開的 而且他說一定要來漢口路喔 因為漢口路是他們家的 阿水師在台中很有名其實 四位要講 為什麼要講四位 買出角就好了 喔裡面有寫說 拼什麼卡 有九折 然後認卡不認人 應該很多人都去報名字 所以我是認識林強 我是林強的水 買到了 好走 這是林強家的 我一定會買的就是水區 筍乾 是甜的嗎 看一下 甜的 那你們買了一個是 豬腳還有腳筋 我覺得好吃啊 但就是好吃的豬腳 但它有肉眼耶 第一眼 豬肉嗎 韓國豬腳也很好吃耶 下次來吃吃看韓國豬腳 什麼時候 啊沒辦法買啊 只能去韓國吃啊 只能去那裡吃 我來吃吃看筋 還是老派喜歡這種啊 你可以吃到筋啦 很膠質的感覺 是老輩的阿嬤他們會喜歡 這種感覺 現在開了很久很久了 這個醬可能是老魯汁啊 對啊 嗯 老魯汁 就是中規中矩啊 中規中矩的出角 連同事的都這樣評價了 完全沒辦法公關 哦 這裡看到了 哦 不鮮豔喔 哦 不鮮豔喔 好酷喔 再來二度C 安巧自己Google說想吃 趕快吃吃看 沒有冷戒咬喔 深層蛋糕麵 剛剛又偷偷去買了熱體 上次介紹在家 等一下來PK看看 因為我就是覺得 他沒有吃過 怕他沒辦法比啊 哦 吃起來他就是 滿真的是爆漿啦 但是 有點忘記 他不好吃 呵呵 等一下吃就知道了 好 謝謝 等一下可以來比笑看看 熱體跟兩度C 到底誰厲害 你要先吃哪一個 知道一定好吃的留後 好啦 現在要來甜點PK 這是安巧挑的兩度C 我覺得他的外表看起來 不會不好吃啦 但是 看一下他的千層 真的也很千層 真的也蠻千層的 他有幾層 你可以數嗎 超多層 我吃完巧克力之後 直接宣布熱體獲勝 真的假的 真的不是 你們吃吃看 你們吃吃看就知道了 餅魚有點太薄了 我覺得他少了一點綿度 就是 他很有口感 他說不定有些人喜歡 我覺得他既然是蛋糕的話 還是要有一點蛋糕感 他比較像在吃蛋 他有點脆的感覺 真的熱體比較好吃對不對 然後這個巧克力感覺很... 表情在那邊不爽了 不是 沒有 我在想說 好 我可以控制一下好不好 我考慮一下 他真的很廉價 我真的要講耶 這一百五耶 我們等一下吃吃看這個熱體 對耶 剛才說蛋的 真的很棒 就蛋啦 真的吃烘蛋耶 但我覺得說不定有人喜歡吧 我曉得 兩度C的有這種感覺 就你拿像起司這樣給他 啪啪啪的感覺 熱體的平衡度比較好 我覺得 蛋糕體真的比較好吃 它是綿的 它是綿的 風格完全不一樣 巧克力 它的熱體的巧克力 超好吃 如果你今天追一個女朋友 你會買一個280千台蛋糕給他吃 如果他喜歡吃就沒差啊 你要想這件事情 沒有280可能改變你的一生耶 你要想 你什麼時候可以節省280改變你的一生 是辦不到的好嗎 就跟你在一起之後 發現你再也不買了一點 就已經詐欺了 你就算買10次也才2千8 一年零花2千8都比你的保險還少耶 可是 你在那邊 反驗大師耶 可是你從來沒有買給我吃過耶 我現在受不了這件事情 我要公開講這件事情 就不用騰QA了 你知道我的提款卡什麼東西 全部塞在那裡 我這個金鳥多了 哪一位 哪一位我怎麼都覺得這麼熟悉 就是我老公 那你去打工啊 接下來我們來 文鳥咖哩 我的招牌超小的 小到超小的 也是淑堅姐姐推薦的 一個日本人 日本老闆開的 做完了 但還好我們有電話簽訂 好香喔 一進來 謝謝 謝謝 你也是有說那個 製作的咖哩 好 製作的咖哩 製作的咖哩 對對對 製作的咖哩 謝謝 謝謝 他這是印度風 對印度風味 日本人喔 聽口音 我看到人家說嗨 比你老公的口音還重 對吧 他這個真的也蠻 特別的 看這個顏色 兩百 這看起來好厲害喔 而且他內用很好看 香菜 他內用那個咖哩的飯是 對 咖哩色的飯 我好喜歡這種的 用心 文鳥 不是 他店真的很難找 你一不小心就錯過 泰米爾胡椒肌肉咖哩 他沒有電話 他不能電話預約 電話工作太難了 對啊 他只接收LINE 跟臉書預約 我好好奇 他怎麼會學這個 然後來台灣開 是不是娶了台灣老婆 還是他娶印度老婆 然後來台灣定居 他的經歷肯定是很奇妙的啊 如果來台灣開日式料理就很普通 但是他是各種印度香料 然後他取了那種很奇怪的印度名字 然後去來開台灣開 他還給我們一個更新的介紹 更新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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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吃飯吧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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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小鑫一直在ㄎㄧㄤ 從一早就被開出人家車門 我想問你在幹嘛 前一台那個我聽到的位置好像是一台Porsche 我想說這愛慕虛榮的女人 開門就沒有變馬斯達 這多少錢啊 兩百 這咖哩總是人家喜歡 這就是好吃的咖哩 這個好吃耶 雞肉很好吃耶 它的飯其實蠻好吃的耶 雞肉也蠻好吃的耶 雞肉也蠻好吃的 雞肉也很嫩對不對 他做了一個試吃的咖哩 那我們試吃 怎麼有點像鹹豆漿啊 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啊 因為也就是說 你覺得這個好吃 其實你也沒辦法講出一個說話 告訴大家這是什麼東西 也是香料味耶 真的很像鹹豆漿耶 這裡面是不是有番茄 有有有 這個的味道更溫 更溫潤一點 一個很花香的感覺 因為我吃到一個很濃厚的番茄味 各種香料 反正這個應該是它新的配方 其實覺得不錯 蠻有特色的啊 跟那種微笑搭點很不一樣 也不一樣 它其實口感真的蠻複雜 今天是很多人喜歡的耶 平常很難從頭吃到尾 中間會有什麼可能海鮮不吃 我們出來吃東西 它應該是這一次吃到全部 而且那麼難找 我們去的時候它竟然賣完 我們現在來 天天饅頭 上次我們拍第二次場的時候 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說 你們怎麼沒有來吃天天饅頭 然後我們剛本來要吃完 他要去一家原住民餐廳 沒有開 安巧送了一口氣 所以我們後面沒了 最後耶 最後一組客人耶 70年了 超過70年了 我們不知道 那不好意思就沒有了齁 好幸運喔 好謝謝 掰掰 我覺得它不是賣完耶 時間到了 它就賣到6點 對它就賣到6點 所以還要我們6點前到 試試看看炸好的 天天饅頭 天天饅頭 最後10顆 最後10顆 我感覺很好看喔 感覺那個皮的口感很好耶 這小顆的耶 它是饅頭嗎 饅頭 大饅頭 好像有點日式的感覺 是溫泉那種饅頭來去炸的感覺 這餡蠻多的耶 這家蠻可愛的 哇它現在超飽耶 對啊 五塊錢很可以耶 對啊 而且又現炸 現包 安巧 安巧今天什麼東西這麼好吃 天天饅頭 天天的紅豆跟餅乾都很好 就這樣了 大家再見吧 那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家 台中肉魚跟文鳥咖哩 它的口味沒有固定 對 然後因為它的其實咖哩味很特別 就是 去別的地方其實吃不到這個香料味 很多香料味 對 那我最推的話是 想說我比較推台中肉的 如果推在地人的話 可以吃一下那個米糕 但是那個是嘉義口味 就是嘉義會比較多 台中很少見 蘇娟姐推的名單 其實我們今天沒有去很多 因為我們今天大概去一半而已 因為有很多 她推很多在地店是週日休息的 那我們就是禮拜天拍 對 改天我們再去補一下那完整的 困難 比較精巧的就是安巧這間 對 下次我們再找個平日去吃 對 把那些在地人當補完給大家 今天我們一個孤單做結尾 安巧去趕車了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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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